本章主要分享的是 预售屋行销的活动特色 预售屋行销基本上来讲 因为预售屋的话 因为资金很雄厚 那资金很雄厚 创意就很大 创意很大 我们就最常办了一大堆活动 也就是雾期把这六个月都排满 可能我们排一些摄影展 排了一些名车展 排了一些品酒会 排了一些教学 那教学最主要的 大部分都是财经教学 或者华地产教学 反正重点就是要把 把有钱的人都过来 座谈会就是要举一些 政商名流部分的话 都是大老板级的 然后系列讲座 然后模特大赛 时装展示会 乐团演唱会 音乐会 然后甚至名人 剪彩明星演出 那基本上我们比较不做 所谓的明星代言 因为就我个人的了解 问过很多专业经理 这个明星代言的效果很差 因为一般消费者用品 他有这个很大的机会 是最主要是 他一个消费者用品 他用一年 用两年 他用一年的额度 又用两年 如果三年签约的仪式的话 就签一个产品代言人 他是可以划得来的 可是对我们预售物 基本上是 是比较没有用的 而且各位请记得 大多数能够买得起房子的人 一定是45岁到六几岁 如果说你是大平素的房子 大概是五六十岁这个年龄 绝对不可能是说刚出社会那些人 那这些人既然他有办法赚这些钱 基本上他这些人偶像都很少 那当然有一些玉女明星那是例外了 因为偶尔难免人还是会有一些心目中的idea 所以为了吸引这一群人 大部分找的都是一些对投资有特殊见解的 的那些名嘴 搞不好功能会比较大 但是我们基本上我们不会去找代言人的 各位可以看到房地产业代言人的几乎都没有 而且有代言人的几乎都卖的不是很好 所以基本上来讲他不是一个很key 不是一个主要的关键因素 那为什么我们知道很简单吗 带来的来人来电数量不够多 无效 不管你讲的再怎么好都是没有 都是不好的 所以今天我们今天办活动 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充人数 就是人数要够 但是重点还有另外一个重点 是品质要对 所以如果我们在办 有可能办摄影展办名车展 都是一些人家买不起的 吸引那些 那些买得起的人 甚至珠宝展 都是这样子 就是他既然有钱可以去投资珠宝 他既然有钱可以打高好扶球 他既然有钱可以赏名车 他才有那个钱 去买一栋 让他值得骄傲的房子 感谢各位收听 我是张明依 我是文乔迪的共同作者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